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四兄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天 在北部地區 有演習 我們知道在我們一生當中 中有很多的预习预演演习 因为要做各种的准备 就像考试 我们考试之前会有模拟考 就像我们今天要参加一个比赛 我们先要做很多的预习 练习 然后参加预赛 户赛 决赛 让我们真正在最后决断的时候 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我们自己的身体或者身心也是一样 尽量平常自己要维护 要锻炼 尽量让身心维持最好的状况 我们修行就叫做熏洗 然后有状况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过关 人生本来就是不停的 有所谓的挑战 而我们随时要做好这样的预习 准备 才不会失败 或者偏差 我们今天学佛 我行生波罗 薄罗密多时 这个行 是必须深入的 从闻思 修行 重点还是在行 学是为了行持 并不是为了学而学 所以才有我们说的界定会 一样是要清楚 我们什么该做 什么不能做 清楚了 平常从念头做评管 相信了就发愿 你能够发愿行菩萨道 接下来的行持就是降服自己 调服自己 把所学的内化 包括学法华经 这个星期六农历的4月28 是药王菩萨的圣诞 药王菩萨在未来成佛叫做静眼如来 药王菩萨曾经有一个公案 药王菩萨就失常了母亲 有眼病 那么因为药王菩萨都帮助别人治病 她母亲 她母亲 虽然 眼睛几乎看不见 但她的弟弟呢 就去寻找药 药王菩萨 她的弟弟当时是药上菩萨 她的弟弟当时是药上菩萨 那么 她的弟弟也就是药上菩萨 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带着母亲一一的 有那样的因缘碰到 然后让母亲也一样治好了眼病 那么在经典里面有佛说 药王药上二菩萨经 妙法莲花经里面也有 我们以前也讲过 药王菩萨怎么样呢 所生共佛的这一品 本身菩萨就是三轮体性空 包括我们演习 法哈心也是一样 上一品的随喜功德 为什么随喜呢 有这么样的大功德 转了这么多手 都还有这么大的功德 因为你愿意分享 用欢喜心去分享 去辗转的弘法 这个欢喜心就是因为 没有分别 希望别人好 就符合了 三男子三女人的基本条件 所学的去行 去用 去为他人分享 而不是自己尝诗 或者呢 听经 半信半疑 当然不会欢喜 或者只是把它当知识 没有真的愿意内化 改变自己 过去在《杂案经》里面 《杂案经》里面 《神经》第四天 也在叫大众 能够行十八观再戒 我头就跟他说 你教大家行八观再戒 这不是善法 因为第四天 因为第四天 他是行善 他也希望大家能够行善 然后未来能够到天戒 然后能够持八观再戒 但是同样 阿罗汉 劝法大家修八观再戒 法 佛陀就 赞扬说 阿罗汉 阿罗汉 能这样宣扬八观再戒 是善法 为什么同样是 八观再戒法 不同的人 去 推广 一个是善法 一个非善法 是因为 阿罗汉的目标是解脱 这个就是 八观再戒法的 法性能够相应 而第四天是希望 更多的人到天道 所以法本身没有问题 是你用什么心 在行使 同样都学了这么一个法 一个是善法 一个不是善法 因为如果人到 大家都不行善 天人会越来越少 可是如果呢 阿罗汉是希望 大家能解脱 佛门就是 基本就是要解脱 然后最好成佛 大家一起成佛 这条路 就是我们讲的 会三归一 一圣 所以不停地训练 你自己解脱 能够得到清净心 能够入涅槃 起码 自己没问题 自己可以放下 那么以道立天来说 还是在御界天里面 虽然很快乐 也有善德 但毕竟还在御界 还是有呢 心中 有一个我 还没有跳脱 所以也常常会受到 阿修罗的干扰 毕竟还在六道里面 因为我们上礼拜也讲到 法师的眼根的功德 也是因为得到清净眼 为什么清净 因为法师里面 是没有分别的一 这个一不是我们讲的 一二三那个一 是没有分别的一 因为它不是二不是三 它就是一 是圆融的这个一 你若 以刚刚讲的天来讲 虽然有福报 福报进了还是在六道 那么到了色界天 从出产开始 它已经渐渐不用色根了 到了无色界只剩下响 那么非响呢 已经没有出的响了 飞飞飞响呢 还有微细微细的响 所以最后的 飞响飞飞响天 我们讲的有点天 就是它根本没有 这根的运用 那么并不是我们教大家要这样的日地 可是我们大圣的做法呢 还是一个菩萨道 来训修 以愿行 来修中道的行僧 波罗波罗蜜多 我们讲六波罗蜜 这里面 这里面也是有这样的禅修场观 所以今天法法 法法都有法的法性 和法华经 它是讲了十法 也就是讲的很真实 直接的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因缘成熟 能够信寿 能够信解 从法里面 去响应 去内化 它的功德 就会从我们自信的功德 相应而生 那么大家去想 为什么 一个肉眼 能够 这么广大的 什么事情都看得到 人事物都知道 包括它的看里面 能够知道 这个人 他过去的业 因 业人 哪是未来的业果 这个看不是我们一般肉眼的看 它明了 因为我们人 的肉眼很有限 可信光的光谱呢 极距很窄 像我们紫外线看不到 红外线看不到 X光也看不到 太远了也看不到 太近了也看不到 像现在卫星 在太空 就看得到地底的一只蚂蚁 像潜围镜呢 能看到很小很微细的单位 然后各种的坡 现在也有仪器 可以测出来 包括海底 本来我们以为是很黑暗的一片 现在已经有科技 可以看得到 深海里面的 存物 所以我们 不要认为眼见为凭 认为说 我做什么 哪至于我想了什么 或者我在想什么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看到 这些坡的形态 光坡 深坡 电磁坡 就像手机 电磁炉 我们现在知道它确实存在 虽然没有感觉 来对于电脑的Wi-Fi 它确实 不但存在 我们也都在运用了 我们也都在运用了 一个人的脑坡 就由现在的医学 也知道你的情绪 在脑里面呢 是怎么个走向 从眼睛 视神经进来 或者耳朵的听觉神经进来 到脑部 是怎么样的 卸由脑身心的系统 来运作 那么 那么 为事里面 它的意识流 随着 沿尘比辰身 乃至于意 跟我们这些气室 是怎么在影响我们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看看經典 就算在漢地 过去 玄奘大师 去印度取经 去天主取经 那么谢玄奘大师 也把 为师的部分 主要是讲仁茧经 为玄奘大师讲了三遍 因为刚开始听不懂 后来玄奘大师 才回来做了八式规矩论 来诠释 为师的部分 所以我们呢 总认为我们眼见为凭 想什么 讲什么 没有人知道 那么对于 法师功德 也无法想象 因为一切的源起 是信空 既然你升起了一个念 讲了一句话 它里面的空性 恒常在 跟法的法性 是没有分别的 我们自己也有佛性 也有法的法性 也叫做本来 是我们自己有分别 妄想 烦恼 业力 所以呢 我们就不停地出不来 揽悟造业 但是 你如果真的深入心脏 从文字剥落到观照 你一文入观 去行始 然后行生 你真的就照见五蕴皆空 当你的理呢 跟你的实修成熟的那时候 度一切苦恶 因为苦跟乐 也是不恶 也没有我 这个苦 它本身也是源起源灭 你不会呢 跟着它起伏 因为真乳是不动的 也是无分别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地方都用否定 通通不是 你说一 本来无一物 连一也要放下 你说你是空气 连空气也要放下 那那个时候 那那个时候 一切是 兴包太虚了 杨舟杀戒了 却也是有空不恶 那么你也不会呢 觉得自己呢 有什么通 因为一切呢 如梦幻泡影 虽然是有 但是人如幻 你觉得有众生 有它 有自己的什么人 它也不过是一段晕远 就跟蚊子飞过去一样 你心是 没有动的 真心是没有动的 那么 当然 你知道 所以 我们这样就更明白 是空性里面 才有所谓的功德 并不是呢 有一个目的 想要去达到 也能够了解 自己是多么的微小 我们人在地球上 那么一个 虚名山的世界 这么样 无量无边的众生 何况是 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 自己 如果有自己 那么当然 就有无毒 分别心 就有烦恼 就会有无因烦恼磨 就会有生死 我们最怕死 就会有死磨 在欲界的欲磨 跟在他化石在天的天磨 反爱我们修行 叫做磨 所以自己以为 有一个我 就是自己在干扰 自己修行 因为这五磨君 起心动念 我不是业 因为你在意 全部都黏住了 在意面子 在意名利 想要的很多 虽然知道说带不走 去什么都想要 虽然知道要检查念头 但是还是随顺烦恼 去讲 去做 虽然知道自己 有七行六欲 要修八风吹不动 但是每天都在心动 我们没有拿来内化 没有去行使 不想死 不想不快乐 追求这些欲乐 都认为它是石油 这个外魔就不用干扰我们 我们自己就是魔 行魔做主 但是你真的想解脱 当然冤心在主 就会来靠我们 包括清 那么这些缘 以凡夫来讲 就是我们的机会 我们的演习 我们怎么去转 并不是说 不好的我统统不要 我只挑好的 模拟考也不参加 小考大考也不参加 那当然你就留在原地了 我没有破 又多了罚我 学了很多 又变成我的一部分 本来就很难调 学了以后更难调 这变成所思障 所以我们才说 你真的要登彼岸 发也要放 帮我们渡过彼岸的这个船 跟这个桨 你也要放下才能够登彼岸 所以佛才告诉我们 不要用色身去见佛 也不要去求佛 用音声去求 如果要求自己 你的自信如来也不是色身 你如果认为有个像 外面有佛像 里面自己有个我像 或者呢 你要去求佛 不致敬其意 不反求自己 那你见不得如来的 过去有个公案 佛呢 去道理天 为母亲说法 当然也说了其他的法 去了两三个月 那么回来的时候 这个金色比丘尼呢 有神通就想 我第一个 要见佛 要去接引佛 他用神通 化成了比丘 想要去 用欢喜讯去接佛 我就跟他讲 第一个你不能这样用神通 其他阿罗汉不是没有神通 第二个 你最近到我的不是你 是解空第一个舍利福 为什么 你真的见佛 是空性的 见到佛的法身 不是那个色身 为色身见我 所以并不是 用我们的想法 我们必须要改变原来的所知 我说你跟法法心 没办法相应 当然每个字都懂 看起来呢 经过说文解字 也能够懂 可是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很难相应的 很难相应的 所以从文字剥落 读了看了 念了 背了 抄了 你要观照 要开始呢 去思维 然后见闻觉知 隆入 最后要放下的 见闻觉知也要放下的 虽然我们讲苦空无常 但是佛也讲了 常乐我尽啊 常乐我尽 因为有这边 一定就有这边 然后你两边 你都清楚了 不懒了 这才是真正的情境 真正的常 真正的乐 真正的我 真正的情境 因为你已经没有影响 恒常在了 永恒的快乐 一起解脱了 这个我呢 是指一 天上地上 宇宙圆融体的一 你要讲它是法界 也是一 没有分别 所以它是清静的 因为没有烦恼 那么这个没有烦恼 我们也讲过 虽然阿罗汝破了见识烦恼 你还有很多的因缘所缘的 沉沙烦恼 要去服务 那么最后 我们上礼拜讲的 最开始的那一个 无始以来的 那一念无明 所以才有所谓的 三夕六处 三夕六处 那么这样大家就更明白 我们叫全是什么 也更能够理解 仁淫经讲的二十五元通 以及佛罗纳请示佛 跟阿难请示佛 里面的内容 就能够更明白 再来看仁淫的时候 就不会摸不到头绪 因为后来无主 红忍主要还是红金刚经 那么到现在汉地呢 实际上 很多都还是红金刚经 那么上次我们讲的 二道五菩提 其实他也是 在呼应 这样的修行次第 所以我们何其呢 有幸能够再来 明白如来的真实意 我们常开心记啊 就讲要了解如来的真实意 不可能呢 都不需用功 然后自己心没有内化 就会明白 因为行身 每个阶段 你所能明白的 是不一样的 就像佛的十个名号 每个角度都是佛 那么佛可不可以有 第十一个名号 十二个 第三个 可以啊 看你怎么去 从哪个角度 去全是佛 如来 善事 世尊等等 这些 只有哪 去深入 更维系的 你心不清静 是没办法进入 维系的 烦恼重 一个我在的时候 出不了三界的 有的天人 本身呢 有多高大 地球的几十倍大 我们却自己在这里自大 认为自己呢 很大 所以为什么 我们在讲文明节经 文明节居士的房间 就这么一点大 对阿罗汉菩萨呢 都来问病 就装着下去 然后一下呢 在释迦牟尼佛这里 一下呢 又跑到相继佛那里 把佛土搬来搬去 所以我们呢 不明白佛 不明白菩萨 却以为自己呢 存在 那永远永远呢 没办法理解 如来真实义 对阿罗汉菩萨 所以我们今天呢 听清文法 确实要有点系统 然后打破自己的所知障 分别性 我真理听不进去 因为行路为主 自以为是 那菩萨也没办法讲 因为是合乎众生 不让众生呢 办法 好 我们继续 再来讲这个 妙法灵化经 我们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如来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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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聲唯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詞 願解如來真實意 上個禮拜啊 我們 又開始講了法師功德品 前面也有法師品 大家也可以回去兩個對應來複習 就會明白 佛怎麼對法師定義 怎麼蒐集 又怎麼敘述法師跟佛之間的因緣 以及佛菩薩會怎麼來護持法華經以及法師 再來看法師功德 你就不會覺得有什麼問題 這裡講到清靜眼 我們作為一個佛教徒 本來就是要自盡其意 你自己沒有清醒自己的 這個意 我們講意識心 因為我們開始已經接觸到為是 真心跟意識心是不一樣的 它是 一是合在一起 但是 你用意識心 反覆心 你難測佛心 這就是 就剛剛講了 我們對於波 光波 聲波 音波 磁波 就這麼一點點 對於自己的意識都不了解 對於腦部的運作也不明白 拼命地想 拼命地講 拼命地去努力的方向都不對 那麼你能住進習意嗎 能得到親信眼嗎 唯有我們就知道 我們到底懂不懂如來在講什麼 因為這是如佛的通戒 也就是我們佛弟子的戒 剛好藉這個音源 從親信眼這樣的法式功德來詮釋 我們自己都用浮沉根在運作 我們自己的真心的生意根動不了 雖然在 沒辦法運作 因為我們拿心都可以靜 再轉 那麼這裡還好 我們看到這法華經 父母伸給我們的肉眼 我們也可以拿來修行 也可以有這麼大的作用 那麼不是只有我們肉眼看得到什麼 而是你呢 從親信眼的根性裡面呢 在看 我們繼續講 而時 是真欲從宣此意而說祭言 若於大眾中以無所謂心 說是法華經 如聽其功德 世人得八百功德書聖言 以是莊嚴固 其目甚清靜 父母所聖言 西見三千屆 內外虛樓山 虛米及鐵圍 並諸於山林 大海將河水 下至阿比喻 上至有頂處 其中諸眾生 一切皆西見 雖未得天眼 肉眼力如是 有頂處 這裡就 也提到 這個 米龍山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錫米山 另外的 這個 也有這樣的稱呼講法 當然外面會有鐵圍山 那麼也有 另外有一個山的分別 就叫做米樓山 它也不是須米山 但總是在形容一個世界 它的中心跟它的外圍 當然中心我們知道 都是以須米山為中心 然後有七山八海 就層層這樣圍著 更我們知道外面就有鐵圍山 我們知道這個還有地域 在這個地方 整段講起來也就是說 這個時候世貞為了重宣旨意 就講了記 就說倘若有人在大狀中 以無所謂的心 我們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講無所謂 說法無畏 我們一般的出發菩薩 一聽的法華心會恐懼 因為他會覺得 沒辦法接受這種概念 甚至於有的業力 會把它引導出去 因為沒辦法承擔這樣的法 使法 那麼有的當然 菩薩呢 說法者呢 也會呢 因緣不成熟 也不讓他聽 怕他呢 造了業 那麼說法的人也更是如此 你因緣不成熟 也沒辦法 用無畏 用這個無所謂的心 來講法 因為你自己心虛 你自己都不相信 也不願意分享或什麼 你沒辦法 升起這個功德的法性 所以呢 就是在講說 以無所謂的心 然後來演說 這個法華經 那麼佛就講啊 你聽我說說 他的功德吧 就說這個人呢 他會得了八百功德的諸聖的眼 這個我們上禮拜也有講 這個八百跟一千二的功德不一樣 那麼因為這個功德莊嚴的 這樣的因緣 他的眼力就會變得很清淨 那麼他父母所生的肉眼 本來是不清淨的 但是因為這個功德海淨化了他的肉眼 他可以看到三千大千的世界 那麼各城裡裡外外的 米樓山 虛米山 鐵圍山 以及其他的山林大海 就我們講的七山八海 江河 江河 往下到無間地獄 然後往上到有頂天的飛翔的地方 那麼中間的六朝眾生 他都可以看見 這一位呢 十經的這一位 他雖然呢 並沒有呢 得到天眼 那麼但是呢 他的肉眼 他的功德力呢 也已經能夠 有這樣子的清淨眼 所以大家 就可以明白 這個清淨它就是一種 菩提智慧眼 我們要以無眼來講呢 當然就會講到肉眼 天眼 慧眼 到髮眼 但大家明白 其實 剛剛所講的 你越往上面呢 已經 不太會去用這些 當然如果在人道 你還是要張開眼睛看 那麼 但是實際上呢 他是瞭然於心的 因為他本身 心就是髮戒 所以往這邊去思考 就會比較明白 怎麼去詮釋 這樣的現象 當然剛剛也講過 如果 我們呢 能夠呢 藉由這樣的 演的功德 那麼 來 變成一種 圓通法 所以我們在二十五圓通裡面 像 阿拉律 它就是 修 眼的 遠童 當然 耳根 我們最常知道的 就是觀世音菩薩 我們繼續講 複刺 常清淨 因為這個 佛陀士跟常清淨菩薩 在講這一段 這個法師的 這個功德品 複刺長清淨 若善男子善女人 受此此經 若讀 若誦 若解說 若書寫 得千二百二功德 得千二百二功德 以示清淨耳 文三千大千世界 下注阿比地獄 上至有頂 其中內外種種 聲音 嚴聲 相聲 馬聲 牛聲 車聲 啼哭聲 愁探聲 羅聲 鼓聲 鐘聲 靈聲 笑聲 語聲 男聲 女聲 童子聲 童女聲 法聲 非法聲 苦聲 樂聲 凡夫聲 聖人聲 喜聲 喜聲 不喜聲 天聲 榮聲 夜叉聲 千達婆聲 阿修羅聲 且羅羅聲 錦納羅聲 魔喉羅且聲 火聲 水聲 風聲 地獄聲 畜聲聲 惡鬼聲 比丘聲 比丘聲 比丘寧聲 聲聞聲 僻之佛聲 菩薩聲 佛聲 佛聲 以要言之 三千大千世界中 一切 一切 內外 所有諸聲 雖未得天耳 以父母所生 清淨 長耳 西皆聞之 是 如是 如是 分別 種種種音聲 而不壞耳根 這個耳根 什麼叫耳根 我們用這個字的意思 我們想這個樹根 樹根 就代表它能夠怎麼樣 生長 能夠成長 能夠增上 像大家就比較明白 為什麼 一個 我們六根 它可以達到這個境界 本身根 它是可以有更大的範圍 增上 那麼這裡就在講 法師的耳根的功德 那麼清淨長耳 就是講 我們所說的生意根 並不是 我們一般講的這個 身體 它生滅無常 它是清淨的 所以它是長的 就像我們講 長肉我靜 但是這個 我們一般講的 靜色根 生意根 本身 以人的肉耳來講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肉眼來講 它雖然還是四大所形成 但是如果要講 現在根的意思來講 就是說 一般是浮成根 跟著這個六層在運作 可是呢 以另外一邊來講 它就是能夠 也有順意根的 我們講的清淨不清淨 因為有一就會有二 所以現在講的就是 我們講的 靜色根 用這樣來看的話 就叫做它是清淨的長耳 那麼剛剛我們也解釋過 什麼叫做長 什麼叫做清淨 你今天不餓 它是一的時候 它才是真正的清淨 因為沒有分別 因為沒有分別 它常常在 它常常在 例如我們講的 染靜 它是不餓 涅槃 與這個輪迴 它是不餓 那麼 這樣子 我們呢 就更能夠明白 什麼叫做清淨 什麼叫做長耳 那麼這裡講的 不壞其根 當然也就是說 不執著 不執取的時候 你才能夠 不壞 也就是說 剛剛我們講佛陀這個譬喻 你的方向對了 這個法的法性呢 相應的 那麼八觀哉戒呢 它就是善法 如果你呢 只是知道八觀哉戒 這個法 但是你的心態不對 這個就不是善法 它就是會壞的 那麼這地方講就是不壞的 意思就是說 它是清淨的 常 也為之不壞 所以整段講就是其次 這個耳根的功德 常清淨啊 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 受此法華經 不論它是讀 或者背誦 或者為人家解說 乃至於書寫流通 它呢 就會得到一千二百耳根的功德 那麼這個清淨的耳根 就可以聽到三千大千世界 下呢到阿比地獄 上呢到最高的有頂天 有頂處 這中間的種種聲音語言 那麼包括什麼呢 那麼第一個來講 就是講啊 有情或者不是有情 各種措雜分析的 包括什麼呢 相啦 馬啦 牛啦 車聲啦 提呼聲啦 你這麼憂愁啦 嘆氣聲啦 羅背聲啦 鼓聲啦 鐘聲 靈聲 笑聲 講話的話語聲 這裡面也有有情 也有無情的 或者來講呢 有情它相對而起的聲音 例如說它有分男的女的聲音 有同男同女的聲音 或者是順著理來說 它有所謂的 法的聲音 有順理的法的聲音 或者是呢 違背呢 這個常理 法理的 非法的聲音 也會有苦 有樂的聲音 有凡夫 有聖人的聲音 有歡喜 有不歡喜的聲音 那至於會有呢 八部眾的聲音 包括天 龍 夜叉 潛達坡 阿修羅 茄羅羅的聲音 錦納羅的聲音 摩侯羅茄的聲音 就屬於八部眾的聲音 也會有屬於無情的聲音 例如說火 水 風的聲音 也會有屬於惡道的聲音 例如說地獄 畜生 惡鬼的聲音 那麼也會有屬於出家修行的聲音 有比丘的 比丘尼的 這些聲音 也會有正德 聖果 例如說聖文 彼之佛 菩薩的佛聲 整個研究三千大千的世界內外 所有的聲音的音響 那麼這個詞經的人 雖然沒有得到天耳 但是用父母所生的這個肉眼 變成這個清淨的肉耳 清淨的肉耳 就能夠聽得到 能夠知道 它能夠很自在地分辨種種的聲音 那麼耳根呢 卻不會影響 它叫做不分別的這個耳根 所以呢 我們從為式就會比較更明白 這是怎麼樣的運作 那麼所謂的去分別 而且它這裡呢 佛陀也講到呢 能夠知道 所以我們不要用這個聲音去詮釋 就是 這麼多的聲音 你怎麼聽 因為 當聖意的 根的時候 它可以多 可以少 可以一 可以無量無邊 因為法界本身 我們剛剛講過的 去想像你自己就是空氣 有什麼地方沒有空氣呢 你這樣去想 就不要認為我的耳朵就這麼小 我能聽到的就這麼有限的音頻 不要這樣想 你要想說 這個根的根性 那是一 就是法性 然後呢 法界呢 這麼大 你這樣想就可以比較容易去接受 你能夠聽 你能夠知這樣的境界 並不是呢 我們要仔細地去聽 或者呢 要去翻譯成 這個 例如說你聽到的是鬼眾的聲音 或者你聽到的聽人的聲音 或者是其他 風的聲音等等 並不是用我們的所知 那麼來去想 怎麼樣去聽 然後呢 怎麼樣去知道 我們繼續講 耳時 視真欲重宣 此意而說寄言 父母所生耳 清淨無左慧 以此長耳聞 三千世界生 象馬 車牛生 鐘靈 裸骨生 情色空喉聲 消敵之音聲 清淨好歌聲 聽之而不著 無數眾人聲 聞息能解了 又聞諸天聲 唯妙之歌音 即聞男女聲 童子童女聲 三川 閒谷中 茄林 貧傑聲 家林 貧傑聲 命命等豬鳥 西文 奇音聲 地獄 眾苦痛 種種 楚獨聲 惡鬼 飢可逼 求索 飲食聲 豬阿修羅等 居在大海邊 自貢言語時 出於大音聲 如是說法者 安住於此間 搖聞視眾聲 而不壞耳根 十方世界中 勤受明相呼 其說法之人 於此西文之 其諸泛天上 光陰其片境 乃至有頂天 言語之音聲 法師諸於此 西皆得聞之 一切比丘眾 極諸比丘尼 若讀誦經典 若為他人說 法師諸於此 西皆得聞之 富有諸菩薩 讀誦於經法 若為他人說 傳集寫其意 如是諸音聲 西皆得聞之 諸佛大聖尊 教化眾生者 於諸大會中 演說為妙法 此此法華者 西皆得聞之 三千大千戒 內外諸音聲 夏至阿比喻上至 由頂天 皆聞其音聲 而不壞耳根 其耳聰立故 西能分別之 實事法華者 雖未得天而 但用所生而 功則已如是 這個命命就是我們一般講的連體鳥 或者講共命鳥 這是一個身體 兩個頭的鳥 我們人類叫連體兵 雖然身體共用 但是他們的想法不一定一樣 光陰 片境 我們都知道 這個就是色界的二產天 就是光陰天 這個天 它就用光 從口中就代替語言 所以叫光陰 用光來代替聲音 那麼片境天 是三產天 第三天 那麼這個天 它就是我們一般講靜光 也就是它這個天 非常清靜的光明 所以我們大家要明白 其實天人本身就會有光 不定不是說佛光普照的光 其實你本身在天 你有行善 就會有善德的光 所以不要去執著 認為說你看到什麼 或者認為說光就是究竟 所以這個就是沒有正知正見 容易認假為真 整段講就是這個時候 世尊為了重宣此意 就講了祭誦 就講了 父母所生的肉耳 清靜而沒有濁慧然 那麼用這樣動靜一如的長的耳 它能夠聽到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一切的聲音 例如像馬車牛的聲音 中靈鑼骨的聲音 琴色空喉消敵的聲音 清靜雅各的聲音 對於這些聲音 都是聞無所聞 不為聲沉所執著年道 這個的意思呢 也就是在講說聽而不聞 也就是雖然都可以聽得到 但是他不會沒事找事去聽 也就是說聽而不聞 或許有人會覺得說 這樣不是心不在焉 因為這些沉染是本來的這種現象 不是我們想啊 哇 好厲害 這麼大的威德神通 其實在法師來講呢 他不懶不執著這些聲音像 他意思知道了 他不用去聽 或者我們剛剛講的 他不用呢 我們一般凡夫的肉眼要去看 他心裡都知道了 他不用再去聽聽看 然後去理解什麼的 因為所有的因緣呢 乃至於未來 屌然於心的 所以他聽而不見 也就是聞無所聞 不被這個聲沉所執著著 那麼種種的方言 不一樣的人的聲音 他也能夠聽 而且瞭解他的意思 又能夠聽到諸天很微妙的天樂歌聲 還有男女的聲音啊 同男同女的聲音 山川弦谷啦 那麼各種鳥啦 包括剛剛講的命命豬鳥 也都能夠聽到他們的聲音 然後地獄裡面的各種 這個形距 這種產生的苦 苦毒的這種痛苦的聲音 然後惡鬼啊 因為飢渴啊 這個逼迫 然後呢 渴求飲食的這個聲音 然後阿修羅啊 在大海呢 那麼他自己在講啊 所發的很多的吵架的聲音 其實阿修羅常常在海邊 然後他們會在那邊交戰 包括跟龍王的部將啊 交戰 然後吵架 這些呢 其實都能夠聽到 那麼說法的人呢 就在此間他是不動 他心沒有動 他能夠聽到他的聲音沒有動 但是他不會毀壞 損壞他的耳根 因為他不動 那麼十方世界裡面呢 很多的野獸啊 他們都用他們野獸的聲音呢 互相的呼喚 那麼說法的人也能夠聽到 包括梵天與上 光陰天的部分 遍境天的部分 那至於遊頂天 他還是有這個言語的部分 那法師呢 在這裡面呢 都還是呢 能夠聽得到 但是大家不要以為是那個言語喔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光陰天的言語是用光喔 那麼到了後面的無色呢 他只是響而已喔 不要誤會說他有聲音的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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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色根的運用 那麼 法師在這當中啊 他都能聽得到 所以一些比丘比丘尼啊 他們在宋經典 或者呢 在為人家講法 那麼法師呢 在這個地方 他不用去聽 他也能夠聽到 那麼有行菩薩道的菩薩 或者讀宋經典為人說法 或者在寫這個書抄 或者在翻譯解釋這個意義 這種聲音法師也能夠聽得到 那麼諸佛啊 大聖尊為了教化眾生 在法會中演出微妙的全十個法 那麼吃法化精的人 他也能夠聽得到 總之呢 三千大千世界 下大阿比地獄 上大遊頂天 內外所有一切的音聲都能夠聽得到 但是他的耳根還是不壞的 因為他的耳根呢 這樣的作用很利 那麼對於這個聲音 他也能夠分別 能夠了知 所以持這個法化精的人呢 他沒有得到聽耳 只用父母所生的肉耳 就有這樣大的功德作用 因為不是我們凡夫呢 所能夠去想 怎麼可能 所以要明白這樣的作用 並不是我們一般講的通靈或者鬼神 他所能夠達到的作用 那麼就不是說要去聽 而是說我們呢 藉由耳根也可以去知道這些現象 或者它的過程 所以我們剛剛 或者說過去已經都講過了 六根的根性 它是相同的 就像我們今天一個人的身體 雖然有眼睛 耳朵 鼻子 或者左手 右手 它還是連在一起的 它是一 就像我們的神經系統 我們從眼睛 從耳朵 或者我們今天捏我們的手 它的感覺還是會從腦部 不管是有意識或者無意識的反射動作 都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它還是一 這樣大家就比較明白 那怎麼耳根也有這個作用 現在的科技也知道說 有的人他會去測試 用這個手去看字 把它當年是一種神通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六根裡面的互補性 譬如說有的人眼睛看不到 有很多特別力 或者他對於很多的訊息 波動 他特別的敏銳 那可能就是移轉到他的耳根 或者他的意根 他在某一部分呢 他就表現了 比人家優越 我們還有點時間 復刺長精靜 若善男子善女人 受此誓經 若讀若誦 若解說 若書寫 成就八百彼功德 以示清靜彼根 文於三千大千世界 上下內外種種豬香 那麼這個所謂的種種豬香 是講我們一般講的香氣 是講他的氣氛 並不是講 只有聞到香 就不會聞到臭 不是這個意思 是各種的氣味 他都能夠聞得到 那麼就是在講 再來就是 逼根的功德 那麼長精靜 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 受此這個法華經 不論閱讀背誦 或者為人家解說 那麼書寫流通 你就能夠成就八百彼根的功德 用這個清靜的彼根 你能聞得到三千大千世界 上下內外的種種的各種的氣味 或者我們講香氣 大家就比較明白 它是怎麼運作 所謂的善 五介石善 最基本的就是你要去做這個 並不是說 我也辭送了 我也在講法華經了 但是為什麼我沒有這個功德 是因為你真的有行持五介石善嗎 你的善德這樣的資量如何 你的智慧有深入境障 你能讓一事一法 一切為師去修嗎 你能修定嗎 還是說每天呢 妄想 然後自信妄子 這個意識呢 也不懂 隨著呢 這些煩惱 妄想 在意識流裡面 造業 那就很難呢 是善男子 善女人的 並不是說 為了造作 而去行善 我們剛剛也講過 要能這樣的去做 並不是說經典有問題 經典沒有問題 就跟我們剛剛譬喻的 雜阿漢經講的 八關家界法沒有問題 是觀念的問題 阿漢他本身已經解脫了 所以他來呢 帶大家修八關家界 他自己已經解脫了 沒有問題的 就是善法 可是一個自己還沒有解脫的人 他帶大家呢 做八關家界 雖然也有這個法的功德 但這不是善法 因為自己做不到 根據他的目的 為了讓大家能夠升天 那當然 跟八關家界的法性呢 不一樣 八關家界 基本上它是一個解脫法 是要處理的 是要出三界火災的 不是法的問題 不是法的問題 是自己 也沒有去演練實修的問題 那 我們就明白 我們今天學佛呢 不能 不了解呢 我說了些什麼 否則 就 只是認為這個法 不是這樣子 還有自己的心態 要自清奇異 要反求諸己 要反求諸己 好 心咒 要反求諸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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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反ため諸己 要反求諸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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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佛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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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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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靈佛靈 阿弥陀佛靈佛靈佛靈 阿弥陀佛靈佛靈 阿弥陀佛靈佛靈 阿弥陀佛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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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我們的六根 第七 第八 儀式 這樣的我們講的作用轉為道用 所以要懂得怎麼樣把我們這個色身 好好的當作一個法器 雖然這個色身是緣起緣滅 珍惜它 那麼好好的去運用 好 我們今天殘修到這個地方圓滿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